清修人員一大早来到了方山湘的山羽村与丰岗村 进行大消毒 包括住家停止营业的场所庙园 走遍大街小巷 为的是要彻底防堵残留的病毒 因为屏东Delta群区已经有12人确诊了 29号又新增了一粒割案 今天派了三部车 然后背负室的有10个背负室的来消毒 我们方山湘丰岗村跟山羽村 确保我们乡民的安全 屏东多名催诊者都有方疗医院阻击 对于院内是否出现院内感染 彭蒙安也表示不排除有任何可能 院内也已紧急关闭急诊门诊 6月14号之后曾进出医院者 发简讯通知来做裁检 目前正持续扩大筛检 从医院内部来做清理PCR检验 连员管理系统或是医护连员 包括环境 那么针对医院外端所有曾经去过的门诊 或是陪诊的病人 我们从昨天就开始采取PCR的检测 方疗乡爆发印度Delta变异株本土群聚 县府连日遭受极大压力 再度重申 疫调透明公开 不甩锅不卸责 不时言论希望不要再以额传额 我们希望组的防火线 坊山的部分告一段落 坊辽这个个案不能让它再扩大 大家在防疫的过程 少一点口水 多一点汗水 因应方山筛检人数众多 又紧急增设两座筛检站 截至29号中午加入筛检站 采检1179人 537人PCR检测为阴性 方疗火小筛检站 采检1363人 447人PCR检测为阴性 两座筛检站 共1558人 持续检测中 新唐人雅特电视 李简举于台湾屏东 采访不到